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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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告訴大家怎麼生小孩的 他也覺得不會 哈囉大家我小特洋 YA 4年前剛開始用這首歌 進場的時候都是出來都先嘶嘶 現在都是肚子 沒辦法 可惡 沒辦法 大家有沒有看到剛剛一群我的團員們 莫名其妙每個都像生病一樣 咪笑了 講一堆鬼話講什麼諧音笑話 沒水準啦 諧音笑話不是這樣講的 這裡除了我誰有這個資格講這話 我猜他們一定每個人都生病 他們一定每個都長睜眼 睜眼說瞎話 Yeah 諧音學理語啦 再來我有一對朋友前陣子 一對日本朋友到那個 中國去遊玩 然後到一座橋上的時候 女生突然要男生幫忙敲乳溝 他們喬四次都沒辦法喬好 他們一言不合就打起來了 啊死成如溝喬四遍啦 諧音學歷史 真的 如 蛤 又要留討論時間 可不可以跟上 剛剛都已經四三十二十二個笑話了 我很重要 我還有朋友 我很多朋友 我有個朋友叫彼得 他在滑Tinder的時候滑到一個尾娘 尾娘跟他說只要6000塊 就可以讓他體驗一下夢幻的感覺 因為什麼 他是尾娘界的仙女 欸 見面之後他只讓他玩他的仙女棒 而且真的跟仙女棒一樣 玩完之後什麼都沒了 我們知道做就叫他什麼 彼得潘啊 諧音學童話故事 不是 我的扣來又完了 辣 欸 你們要是說再一個的話我可以喔 留一下 真的 好吧 那既然再一個昨天沒有的 我超喜歡 這真的喔 我超喜歡忍者龜 因為他們每次見面都說 但是你們有想過 要是忍者龜哪一天假勾演了 卡我當嘎 台北人聽不懂嗎 哈哈哈哈 自己回去查 動假啦 欸我不知道大家是 因為現在有小孩我其實很好奇 我不知道大家 這個 寫言笑話都需要回味的喔 讓我進入我的本文的好不好 因為有了小孩我就開始想說 不知道大家在 怎麼樣學習成為一個大人的 有沒有想過這問題 可是經過剛剛 大家應該知道我要怎麼教小孩了吧 就寫言驕傲的抵入下去 但其實事實上 電視媒體是我生命中 就是學習 主動學習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來源 像是我想要學習英文的話 我就會看空中英語教室 想要學者如何被告 我就看那筆小新 對不對 對不對 想要學作話 我就跟仁傑還有 你你你你你你一樣 就看那一片學 我們大家都會這樣做的啦 對 可是 其實不只有我這樣子 前陣子瑞典 瑞典人因為看到台灣新聞 立法院學格鬥技巧 你們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可是知道我分得出來 什麼我做得到 什麼我做不到嘛 最近我看到有一些人 會到台灣的黑幫電影 粉絲專業底下 留言說什麼 台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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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會貼一些 槍擊案的新聞出來佐證 如果真的的話 他們不會懷疑那個 嫌犯的年紀有多小 才會被這樣的電影給 因為電影的學習當壞人 這樣講好像有點難懂 我打個比方 如果今天嫌犯有壞人 是因為看著台灣的電影 而變成一個壞人的話 那會怎麼樣 那一定可能是他在那邊 坐在家裡面看電視 看電視 然後突然切切切 突然今天是在播角頭了 他突然凌晃乍線 棒 唉唷 我好像可以當壞人耶 我好像可以當 我要去搶一片台灣 角頭DVD回來 研究一下如何當一個壞人 然後這個人就突然跳出去 走到那個巷口 看到一間快 快到那個 解散那個景城 白鹿巷 白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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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走進去之後 他走進去之前 還記得把手放在口袋裡面 當作槍進去 說 幹 搶劫 那電影看到就嚇一跳啊 好久沒有看人了 但是真的要搶劫 怎麼辦啊 大哥大哥 我們這邊 不是 我們這邊快要倒閉了 沒有角頭DVD啦 幹 什麼快要倒閉了 又沒有地震 想要騙我 大哥大哥 你好幽默啊 我們是快要結束營業了啦 騙你我沒染覺 幹 你是不是要騙我看你染覺喔 那這樣啊 大哥你是不是用iPhone 嘿啊 我是用iPhone 你是要跟我接熱點嗎 我有來過這裡 這裡有FreeWiFi喔 不是啦 你手機裡本來 FreeWiFi 你手機裡 手機裡本來就有角頭了 這個壞人就 店員就幫這個壞人 到他的iTunes下載了角頭 然後而且是用這個嫌犯的錢 然後這整個過程裡面 沒有一個店員受到傷害 結果這個搶劫來看 是一個Win-Win的雙贏局面 無論如何這個嫌犯就拿到了角頭 然後回到家一直鑽研自己 就鑽研成為壞人 他就有一天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夠個 出去犯一個案 砰砰 回到家裡面看新聞 新聞跟他說 他是職業級的殺手 他就很得意 我是職業級的殺手了 這個know how 這個犯案方法 他沒那麼聰明 這個犯案方法 不可以讓大家知道 他就跑到了 年輕的安娜的電影粉絲專頁底下留言 台灣電影敢拍他們那麼大小 怎麼可能 台灣電影不會 不會 他要想一想 如果他有看過 這個嫌犯要是有看過角頭二的話 他應該要知道 七頭二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對不對 小鬼沒有在演了嘛 對不對 沒有 我剛有逗號 不應該是句號 反正 電影是不會告訴你 如何當一個壞人 他只會教我們學會什麼 就是安靜打炮 就只會教我們這個 那回到小孩子的話 今天這檔主題 是要做給我的小孩子看的 在我的小孩子知道性別之前 其實我一直在 思考就是要生男生女嘛 可是想了很久我發現 就是生女生一定會比生男生好 我們台灣這個社會 對 比起男人對女生有太多寬容了 太多包容了 很多事情一直要發生之後 你就發現 欸 是女生耶 那也沒辦法啊 真的 真的欸 大家很同意我 昨天很靠北 我今天很同意我 我不知道什麼 我打個比方 前陣子我開車的時候 被後面的車追撞 我就下車 就氣呼呼的 往後面的駕駛走過去 兜兜兜過去 看到 欸 是個女生耶 那也沒辦法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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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 大學住外面出租到房 也是隔壁情侶很吵啊 蹦蹦蹦晚上吵一下 我就過去 摳摳摳摳摳 出來一對雷斯扁兩個女生啊 對 那也沒辦法嘛 我出國玩也是 我出國玩有一天遇到那個遊行 然後跑過去看 那也是解放奶頭運動 一堆女生 還有幾個男生 那也沒辦法嘛 我們這個是會給女生超多包的 你們不要在那邊猶豫什麼 在那邊懷疑什麼 我們給你們的free nipple 你們會給我free dick嗎 不會吧 free dick 所以我們是要charge的 所以其實我們再講一點簡單的事情好了 假如小時候 我們男生跟女生要是 女生要是搶男生的玩具 是不是大人都會跳出來說 欸 男生怎麼可以搶女生的玩具呢 沒有哥吉他吧 應該會這樣吧 可是自從搶你大夫那個官司贏了之後 我就開始有點懷疑 女生的性別紅地消失了 就他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 有一點好處都沒了 我就會很擔心 我幹嘛要生女生 在場很多義男或直男也很難知道 就是性別紅地是什麼 就是你們畢竟活到現在二三十年 沒想過什麼好處 我講一點比較簡單 好我懂的 假如說你今天是個原住民 你今天是個原住民 你今天學會了狩獵 你學會了講族語 你對自己的身分感到無比認同 好努力好努力的生活著 到了考大學那一天 大好工心跟你說 喔今年原住民沒有加分 欸我幹嘛學 我幹嘛當原住民 好處被拿走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樣 如果這個太簡單太小 之後你們想想講 假如說你是黑人 今天你是黑人夥伴 為什麼要笑 我自己講的很想笑 今天你是黑人 你已經習慣了 你不能夠搭公車 你不能夠投票 但是今天突然跑出一個 一個博士跳出來說 I have a dream and you can have a dream too 你有什麼夢 呃 我想要白一點 安婆輸了就會造成這個社會動亂 那個最大的一個原因 性比紅利整個都消失了 整個都消失了 但是這樣子回過頭來啦 就是講到這邊 我應該長差不多了喔 不對不對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好啦 現在講完了 今天要進那個感人的朝段 首先啦真的 今天這場秀 是我們來服東東要的 第十一張演出 然後特別感謝團員 就是 不是我想的喔這個主題 已有喔 不是我想的 這是團員自己發想的 所以首先要感謝那個 我們總監龍哥阿貝 他在台中 已經弄倒了一間 喜劇俱樂部 然後現在 寄生在一個原初裡面 繼續做喜劇的 提供舞台的一個角色 所以沒有他的話 我其實覺得人生存在 沒什麼意義 因為沒什麼朋友嘛 他讓我感覺有朋友了 天啊 怎麼這麼感人 第二個 人傑叔叔 林哲姐叔 耶 謝謝人傑叔 他告訴了 我以後一定會告訴依依 以後他在捷運站 要是有人問話 不用回答 就直接推他去自殺 讓他浪費生命 幹嘛直接讓他去死 如果趙弟阿伯 那麼喜歡張惠妹的話 我是覺得 你可以準備一些 影片給他看啦 是不要自己唱 這樣 我覺得 蠻累的 啊如果真的 一一有男生去追的話 天天小愛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一下 幾分以上就可以要了 這樣看起來 每個都是負分的 我不曉得他單身一輩子 很可憐耶 最後的最後就是 剛剛講到了 我們這個新聞媒體 就其實 都一直告訴我們 要生一個小孩 養一個小孩 要花多少錢 成本多少 大家從來沒有告訴我們 要是擁有一個女兒的話 那個快樂的價值是 會有多少 如果照理有多快樂呢 我這個億萬富翁 應該不用跟大家說些什麼 謝謝大家 我小太陽AKA一爸爸